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收看OLIMO LEAGUE 第219周的比赛 这边来到冠军赛由Zest对上Perzeva 这个是个BO5的战斗 这个地图来到了光日影 左上叫红色的忍住是Perzeva 左下叫蓝色的忍住是Zest 我是大张的 但是我的大张不是说很长的那种 就是一般的大张的 你说可以摆键盘滑鼠的就是很长的那种 我不是用那种 看人啦,看人 像有些人是小张的就好了 我是喜欢用大张的 就是一半的周面是键盘 一半的周面是滑鼠跟滑鼠店 希望你们听得懂我的形容 这都是看个人的习惯 自己爽就好了 那没差啦 看个人爽就好了 还有看你的滑鼠使用习惯 因为有些玩射击游戏 他们DPI调的很低 那滑鼠店就要大张一点 所以还是要看个人习惯 所以还是要看个人习惯 上来 干扰一下你放基地的这个时间点 干扰一下你放基地的这个时间点 今天是不是让你们两次爆人 他打不赢Zest了啦 相信我 他打不赢Zest了 不太可能 相信我 相信我相信我 各位 我是不会卖假情报给你们的 哦 这边本身有单供开啊 所以这个死神 大家看不到里面 不知道看他到底第一只出什么 第二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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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神 而且看到他挂了这个反应网 看到的情报还是有点多的 所以是两死神一火车的一个压制 这压制其实我看很多人一直在等 但是我怎么感觉 成效都没有到特别的好 中神跳进来 中神还抓 哎呀完蛋啦 哎呀 哎哟 Zest点歪了 完蛋了完蛋了 換Zest了 要骂西坝了 输好了成效部章 输好了成效部章 主抗还没有电池 四个 四个 有些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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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地图是上 上不来但下得去 有些地图 好 后面接的是 导弹车跟围巾战机 那你就不要买长的 买大一点的就好了 哎哎啊 没事 看到导弹车 而且这边才是第二台飓风飞车 但是如果Zest了没有发现的话 Zest了有机会遭中 Zest了还在出凤凰 冰硬还没苦 哦 怪怪的哦 两台凤凤 带一个 仙制剑 这边能不能吃到 能不能吃到 上面这个是围巾 他的视角里面 看不到那个围巾啊 看到两台围巾啊 而且这边看到还在出车 你懂了吧 快点电池 电池点了 啊水晶塔啊 水晶塔 冰硬是补了啦 只能放一个静置鬼雷 有机会 欸先知爆了 没有先知没爆 抱歉 哎呦 定到一台车 可以可以可以 先知到底有没有爆 先知爆了 诶 为什么这个没有 有了有了 他lag了 他lag了 有了有了 好飞龙追出来 哎呀 全部死光 这波不是应该很厉害 他就应该把工兵也拖出来 他投资了这么多东西 他就应该把工兵也拖出来 反正这波感觉就是 我既然打不死你 我要跟你同归于尽 这种感觉 这说起来怪怪的 啊不管 反正这一招就是个气伤权 反正这招你打不死人家 也没后事了嘛 你就把工兵也拖出来 这边 Persation是氧化物质 不错 我喜欢这个进度 这个进度 我非常的喜欢 飞飞飞飞 非常 非常 加油 好好的 教这个新人做人 第二招地图是Persation 来到两花屋子 主要叫 蓝色的神族选手 ZEST 右招叫红色的 人主 Persibow 好,弓兵出去做一個偵查 弓兵拉打好像有點早,要去蓋電機工程所了嗎? 應該是要蓋 沒有耶,是一個很早的偵查 好的,要蓋喔,要蓋 蓋了BOA下去看吧 看到了 那現在怎麼辦 最後有狂戰士 看來是認虧了 這個打法,因為他發現的時間不算早 蠻晚的,所以只能認虧了 然後轉個燈礦的開局 喔,要爺 要爺,搞事情 爺什麼,兩邊贏了 坦克物質 這個兄弟肯定是knife 因為我們廣大的衝突是不會說這樣就是坦克物質 只有knife會說這樣就是坦克物質 可是喔,G的很果斷阿 他剛剛那一波沒有,基本上是 只要那一波沒有對神族造成足夠多的傷害 他基本上就沒救了 那後面是打針也慢 三罐也慢 三罐也慢 什麼都慢 冰陰也慢 他那波送來那邊基本上 他是完全沒有後續的能力 有一個VC 他放了一個目光影會 那這邊是要怎麼幹嘛 野引到塔嗎 那只要ZAS守住這個頭火車 然後呢 三火車一地雷 可以喔 這邊只做三台火車的用意就是 這個火車其實就是三台可以秒這個 身作的這個工兵 所以抓到三台是剛剛好 然後再加上一顆地雷 那這樣子 待會 三台火車之後 接地雷的這個 timing就會快一點 地雷就更多 這個流程感覺也是相當不錯的 可以學習一下 但是你的 這三台火車的缺點就是 如果你今天 上來一台火車就被打爆了 那 那你就完全殺不了在這個 電池陣裡面的這個空兵了 所以還是有利有利的 好 丟出去 銀刀要好啦 這邊就看 只要ZAS的家裡處理了好 我感覺銀刀進去 基本上盆子我就 涼涼了 好就刷銀刀了 三台火車 跟三台火車 跟三個地雷正面 先把火車秒離一台 地雷 地雷 第一時間 哎呦 全部都反應到了 看這一顆 這一顆雷 有沒有辦法解決 哎呀 炸出來了 11個 銀刀 等一下 他打不過 哈哈 打不過臉上的銀刀 哦 所以我又打了個GG 不然不是有打 這把好像有點 呃 這把的G我是覺得有點早 跟三把比起來 我覺得這把G有點早 對 因為這把他是有殺到 ZAS的工兵打 看來Persivo 拿亞軍 他已經很滿意了 他肯定是因為拿亞軍已經很滿意了 這就上來 對 打點流程 前面 前面沒有幹到大事 就 就算了 就算了 也不錯啦 難得來打 打這個 亞軍 我今天還跟奈子開玩笑說 阿不然 反正我們都知道 這個禮拜的Olimo 一定是 大哥級的人物很少 阿不然我今天不要播Olimo 我去 我來下場打好了 對不對 還好 沒事 Persivo其實 走到這邊 拿亞軍也可以 他 打贏Spear 打贏Spear 打贏Special 對 走一路上 他打的 他今天 打的高手絕對是比這個 ZAS還多的 抱歉 ZAS也打了一個Nightmare 打了一個Party 打了一個Luna Sea 好吧 那沒什麼好講的 兩邊都打了蠻多高手 好 第三張地圖 今天很有可能是今天最後一張 最後一張地圖 地圖來到的是黃金之珠 右上角 藍色的 認住全手 Persivo Persivo 紅色的 射住全手 ZAS 沒辦法 完全沒想到對方是引刀阿 萬萬全全沒想到 公兵 唉唷 野兵營 知道野是什麼 野掠奪者 他只有一個兵營 還是野全家道小 感覺適量可以收工 我也這麼覺得 我很喜歡這個節奏 上來看到 家裡沒兵營 好兩氣 很早 好 這張神主還是多少要猜一下 對方是家裡來的增檢 死神 公兵來了 其實神主這個時候看到公兵過來 應該還有感覺 喔 有 那這樣這神應該知道 這個就是一個 就是你如果來解決我下面的東西 我的死神就 跳進這個殺你主攻的東西 這個拿法 這打法也是讓神主開局上會 很煩躁 很煩躁的一個打法 死神來了 可是他就剩下一個雕寶在這 這邊家裡的公兵 也看到軍工廠放在家裡 防戰士追著這個死神 死神手 追獵者加速 要準備出來了 這把外面的攻兵就是這個 所以他前面是沒辦法做 太多第一時間的反壓了 這邊應該是 把礦開了 然後 下VS VS然後開礦 看不到 你看不到 我看不到你 不知道能不能把自己炸進去 應該是不行 這個好像可以 這個BG跟BY中間好像可以 有機會炸的進去 我這好像看過一個剪輯 好像是有人把自己炸進去 好像啦 這一次選擇了VS 那Percivo一樣是巨風飛彈車 他剛剛是嘗試一下想把自己炸進去 哎呀 掉了一個死神 那張前置兵營 基本上沒有賺到太多的東西啊 這個又死出了他的招牌 一個先知轉閃現追烈 這隻蛇 這隻蛇蠻喜歡這套打法 他打籃組很長 就是這樣 一隻先知然後直接轉閃追 他很早就被發現了 所以不好說 掉寶的血量比較少 要是他今天是 工兵過來的時候 沒有被對方看到 那他可能蓋掉寶是好一點 但他那個timing過去感覺就是 我就是要蓋電擊 太衰了吧 是不是要幹什麼大事 四兵營閃追 這邊等一下也有一個BG 這邊大家也有一個兵營 閃追好 直接四兵營閃追 肯定是這樣啦各位 好險 太快了 那就是三兵營 三兵營要去跳了 不過可惜我這邊出女妖坦克三兵營 哦 不好說 但是這次的 我覺得 先知如果進去看到的話 基本上 問題應該是不大的 他這個就是只要在 你這個 可惜我出門的時候 這個追列不停的在你面前 甩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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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甩到你家門口的時候 可惜我基本上也就沒了 看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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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列者出來 而且閃電追列要好了 先知走位也非常小心哦 哦有有他抽出了弓兵他抽了 啊 沒辦法從他家甩到你家呀 我來了 來了來了 看他攻兵了看到攻兵了 他直接往前點坦克哦 看他好像沒了 點女哦 好快就打出去 哈哈哈哈 六分鐘一把 六分鐘護醫生 不對 抱歉走錯棚 好啦那這樣我們今天這個 OLIMO 219州的冠軍 我們恭喜ZES 3比0的PERSIVO 拿下219州的冠军 ZASC最近基本上什么比赛都打 燃烧他职业拳手最后的一段时间 不停的燃烧他的小宇宙 好啦 那我们今天比赛 也就告一段落啦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然后这个礼拜六开始 20号开始我们每天 每天都是会有这个IEM比赛的这个转播 到时候大家一样是锁定我们这个频道 20号是礼拜六晚上10点 礼拜六晚上10点 接连的8天还是9天 都会有这个IEM的比赛 到时候还请大家来我们这个频道 帮NICE跟Haz加油 好 那就差不多就这样 我们礼拜六再见了 大家晚安 大家拜拜